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下禮拜的客戶新聞插資 我喜愛你的臉 時代變化 日下近來就沒有高潔的氣氛 白夜班看一講 性的病是優位的秀 大部分都變成朋友的 國營師出生雲丹優的社會 很接著談談三句 又買不出它的現象 甚至和雲丹優亂導體 未來的動作 其實沒有出生雲丹優 柴鐵向前秋董事務 和雲丹優相信在外出 免費相關的加工品 在到順番禁止的確認 甚至和黨鐵太后 和柴鐵韓國優位 結合越來 會提供天安妖場 放出柴鐵生意發展 一下秋天的吳議員 和李敏甸的報告 請下去瞭解 當年半夜半夜都 國際的雲丹優生提 都會推出相關的出色 沒有足以結合 觀光的發動 希望內地通雲丹優的消量 不過明明在山區 也結合人類 是接種度度 安寧的方面 在田橋度 沒有足以後巴度後 早就看到年齡的文章優 本來親切倫道 當年文章優 賣不出去的問題 正比共驗師 生體殺了 同一條農民的煩惱 就是我們會看到是說 早期是整個家 總動員去採柚子 然後去賣掉 可能變成家庭的某些收入 到現在變成它 變成不是收入 因為花了很多時間管理 但管理之後 它收入的總金額 根本就達不到效果 甚至賣不出去 然後到最後可能 像我們現在我們的柚子 就是半收 然後半在果樹上面 因為很多東西 覺得我們收的人工 發現賣不出去之後 更浪費錢 那與其這樣不如就慌掉 在宜蘭來講 事實上你看說 它的柚子的產期 第一個它比麻豆 差不多晚一個月 所以說它會整個影響到 整個宜蘭的柚子的銷售 新療室跟舊療室 就倒在溪裏 它都會收 再多它也收掉 但是這樣下去 也不行 所以說那時候在民國 我95年 還在做溪裏市場的時候 就欸 應該要做加工 畢竹威同家鄉家文彈優農 天室 郭希是做過三級理師總家 立正鳳姐聽 此款對加工品做起司 我們一般來講 將一顆柚子拿回來之後 我們會經過清洗 清洗完之後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要打油包 我們這個油包有沒有 這個有一粒一粒油包 你這樣跟它用 有一點油 它這個就是我們的辛辣 跟苦的地方 你將這個油包全部去除 打破 讓它我們在殺青的時候 將它的苦澀可以帶出來 因為處理工藥做的事 某些人用工藥 來做最優惠中間 其實優惠的皮 沒做的 拿來做加工皮 這個蛋液就要把 抹十分鐘 打到這個皮稍微軟 軟化 這個蛋液就這樣抹青 對啊 你看這個有點 顏色會有點 像接近咖啡色這種 就是要打到這樣 如果柚子皮能夠再做 做來使用 我們現在目前 為什麼用紅紋丹六 它賣相比較好看 因為它 拿來是紅色的 做出來有點 很紅色的 非常漂亮 而且柚子醬 在做這個加工的問題 我們知道紅紋丹六 在宜蘭這邊算 以紋丹六來講 它是算比較新鮮的 後來才改嫁接出來的那個品種 它算是有點酸度 有一些消費者是蠻喜歡的 你就像我們一般 在切我們柚柚子一樣 跟它切 比如說如果說比較大的 你就切成八半 不過是比較小的 你就這樣六半就可以 但沒有優秀工 統計機機的粉工處理 一百一百調整比例 菜梯沙季 未動體的農民 連分出褐色的柚皮筒 希望增加人外的順利 同時 共用和褐皮 都做到哪裏再過的利用 差不多好幾個禁止損法 目前做果肉的部分 就拿來做醬 醬的運用 你一定要多管 你說我要拿 拿來做果的麵包 做的果茶 那是最簡單 而且它的價值感不是很高 所以說我們就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 像我們現在社區有在推休閒農業對不對 所以說怎麼去結合休閒農業 結合休閒農業 遊客進來的時候 第一個讓他體驗 而且我們在讓遊客在試吃的時候 他也有怎樣 他有一些他也回饋給我們 立正福沒建議政府單位 因為當年古天宿舊 一天宿舊機運單優 來聽說 沒聽說少數師從做得差不多頻分 沒做得結結 當年運單優 賣不出去的問題 不一定是說我一定要賣不掉再來做這個 所以說我們一般我們在做就做說 在試駕的情況下 我們做出來成本可以消化的掉的情形下下去做 所以說柚子皮來講 目前雖然是說我們是用紅蚊蛋下去做 但是他在做的過程 事實上你等於說我這個市場上 那時候我也曾經跟那個縣政府建議過 你說你如果說以宜蘭來講 你如果可以消個十萬斤的柚子 事實上宜蘭的市場就會 那個工具需求問題嘛 你減少十萬斤的量拿來做加工 市場就會比較平衡 確實到當 Global Tax died 查 Anton soon 訂成本了 自 Kaitovamm�� 檢 downloads щеven產 總是想要可以進入 餐廳 emary become the 供應 手ання 分析 所以我們當初 目前種植的面積是 125 公頃 當然 雲氮蛋ule就是 大概80 我們做市場區隔 雲氮並不採用 我們要兩種紅皊蛋 做不同的市場區隔 所以我們是每年我們的農會 每年再輔導我們的農友 把它轉成紅蚊蛋來做種植 農費寬度農民的需求 屬同菜體的工農田偉盛 某些種植木区用的加工品 希望增加少數 其實不是只有東山 我們全國因為可能外銷的量 最近這幾年都不是很順利 所以變成都是有自銷的問題 亂到會有環保的問題 一般就是做堆肥 或者是直接在還是找個地方買起來 這個是蠻痛的地方 所以我們農會當然就是以幫助農民為主 所以才想說開發加工的 配合我們農糧署的政策 開發一些加工的產品 做一個解決之大 農費前來一定有名 做盧欠探機創手 開發的鳳優國館 人家未利用菜體田園的工堆 強化加工 做出了優惠果酥 其實我們這個果酥 它是以我們的天然的骨類 當然就有我們的米食在 就是骨類的堅果酥 加我們紅柚的柚子醬 柚子皮下去 做一個搭配 這個開拓不同的一個市場通路來 農費未在動體的農山少數點 開發來鳳優相關的工智水營品 輸到這裡消費者幾分 這個是我們用的比較專注的地方 當然比較簡單的 像我們這邊也是一個賣茶 也有一些提供一些輕食 我們有做成果影跟氣泡影 因為我們的果 其實果肉直接利用比較不方便 我們就是做成果醬以後 讓它就可以調合成我們的各式的飲品 這個也是我們這邊在做推廣的 沒有化妝茶 沒有化妝茶 沒有化妝藝 利用優惠的花 結合適妝茶 可以分成的優惑茶 就是我們在做優惑茶 這個做法會比較用古法的方式 用一層花一層茶葉的方式去做優惑茶 然後把它的香氣附著到茶葉裡面去 但這個方法其實是比較 就是傳統的方式去運製 那這個運製的方法 我們除了綠茶、烏龍茶 可能現在最近還有紅烏龍 我們經常做一些可能市面上 比較沒有的茶類的東西 甚至之後還會再開發更多的 不一樣的配方物的東西 那現在這個東西的做法 也是希望解決掉 從花的方式去解決掉果實的問題 同時一到原子鐵鐵的優惠法 農民並不疑問吃醬福鐵 是大方順番結智 拿雷劑國利用的管音 依他發出限卡導演的送品 因為栽的一朵花就是一顆柚子 那解決掉柚子的話 我們在收成的時候 就不會因為每次有柴果 產生一個很大的成本 這件事情 那甚至我覺得我們還要把 剩下的花拿去做泡澡包 那當時就是直接把花乾拿去做泡澡包 其實是一種應用 我們先溫杯 然後溫杯的時候 我們就今天泡的是柚花烏龍 這時候雲丹劑的送品規法和利用 和祖地湯很高的合 中間茶農就和動體的太好合作 譬如很少的 好像茶衣和茶圖 清拼茶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第一炮 然後可以先聞聞它的香氣 然後再慢慢的酌飲 那我們的視察的部分 其實我們還有結合就是跟飲食 跟餐飲的部分做結合 所以這個是一個 真的就是 它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習 對 這個部分最主要是我們 我們其實是想要在 整個中山休閒農業區這邊 我們要去推一個 新的旅遊服務 對 譬如說 遊客來它其實可以來這邊 我們有茶席 然後我們有茶到 那如果要是遇到下午茶的時間 我們其實可以有試茶 譬如說一些點心跟茶的一個搭配 或者是用那個柚花茶 或者是柚子果醬 它怎麼樣去跟茶搭配 試茶其實是我一直以來 都滿有興趣的部分 然後這次剛好有機會 老師說可以讓我更深入的了解 這次的茶道 所以我就跑來這邊 然後負責做試茶師的部分 然後這個試茶師的課 也讓我就是了解到 我們茶就是可以坐在這邊 安安靜靜走完流程的同時 我們不只平常茶 也是一個心靜的存在 當柚子的泡茶 韓國V認可結束 大方按用的花 皮肉好爽的 看涼力的方式發展 喝起來跟火爵紅茶還滿像的 對 因為它是用那個蜜香紅茶 跟柚子的花來結合 就是像我們今天泡的茶 是柚子茶 然後它是一個花茶的部分 因為花茶在市面上 是一個很難見的東西 因為它的熏制的方法 很耗時耗力 然後也很少人願意去做 因為它是用熏配的方式來做 它需要用一層花 一層葉子一層花 同時學校 美同茶凸、茶藝 韓國伊蘭菜市的飲食文化 的合共下 蒙天初美麗 祝地提供文茶器 分成出目標用的 鐵石田藥油茶 韓國和菜市的 員工分成天使 其實在四茶師的訓練 工坊裡面 我們排的課程就是 我們有針對伊蘭的 一個飲食文化 然後做課程 譬如說我們會 讓學生知道說 什麼是伊蘭榨物 那伊蘭還有一個很特別 就是蜜餞 對 伊蘭的蜜餞 那我們就是想要從 很伊蘭在地的 一些特色飲食 譬如說鴨賞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去 它跟那個茶的那個部分 做一個連結 所以我們就要設計一套 所謂的 是茶師或是茶服務的流程 或是餐廳的服務流程 我們大概會先從 最簡單的就是 喝茶這件事情就是 先進來可能讓它先放鬆 但放鬆過程從四茶師 就會可能點一柱 優化香 然後讓它感受一下 因為你在喝茶 你不管是 不只喝這個感受以外 你還聞到一個 放鬆的香的味道 讓你身體先放鬆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這個放鬆是其中 在味覺跟嗅覺 所以我們可能還會再多做一些 比較偏視覺部分的東西 那視覺就是四茶師的一個 服務體驗的一個質感 大方文端有相關 加公平的規法 通共有國費 都拿入利用 希望幾個個子 別不出貨的問題 同時通文法 理由館公的規定 結合合 包括通殺去 發展出新的理由 提案的方式 不但請通農油 天小書 每從抽出的 順番禁止 新的想法 他在想法 跟阿諾 中文說 他在說 我的一位 你入口 你也可能 感谢观看